小朋友来到教会 立刻感受到圣诞节到来的欢乐气氛 在老师的带众之下 大跳圣诞歌带动唱 接着圣诞大餐一一上菜 小朋友立刻动手享用 吃得好满足 心向里里长特别感谢教会和餐厅业者的协助 老师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让他们过得一个很快乐的耶诞节 就扮演圣诞老公公的角色 三波欢乐三波爱 让小朋友过节的信念 把他们实现 对于这些需要的家庭里面 透过里长还有二度十四 还有跟校长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合作 来为他们表达一个爱的礼物 小朋友除了有圣诞大餐可以吃之外 还有圣诞礼物可以拿哦 小朋友在心愿卡上写下的小小心愿 在里长的号召之下 也由善心企业认领购买礼物 在活动当天一一送给小朋友 保健 为什么要这个保健礼物可以做什么 因为很 看起来很好看 得到礼物开不开心 开心 要不要谢谢大家提供你这个礼物 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小朋友他们的心愿的礼物 灵然满目 又有直升机 又有什么 又有书 很多 我们都会尽力 帮他完成 有一些很不晓得的 那些爱心的人士 期待我们下次 再可以更扩大这样办 这是索营区新夏里里长 第三年举办圣诞节的活动 邀请新上新庄和胜利国小 120位弱势学童参加 校长们都很感谢里长和善心企业的协助 希望小朋友也能抱持感恩的心 感谢这么多人的帮助 长大之后能够回馈社会 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礼物 所以他们都很开心 那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在学校推动的这个 传递爱跟包容这个精神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我们觉得很好 他们除了要感恩就是说送他们礼物的人以外 其实他们都不业而同说 感谢他的老师跟家庭里面的 这个爸爸妈妈们 所以孩子们是有感受到这样子的魅力的 办这样活动让我们孩子 在这个温馨的节日当中 他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 感受到社会的一个温暖 那我们也跟孩子讲说 今天取之于社会 将来有机会也能够回馈给社会 希望爱能够永远相传下去 小朋友的圣诞大餐吃得好满足 还有想了很久的圣诞礼物可以拿 在里长和善心企业合作之下 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提前度过温馨欢乐的圣诞节 记者黄冠维 赖昌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